修行人要有支柱,才容易成就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阁。 很多人学佛后,很害怕自己支柱。 其实你要修行成就,你莫有支柱是不行的。 就像很有钱的人,他随便怎磨花,他不支柱, 但我们现在莫有钱,你不支柱,入不敷出,就成问题了。 修行要先支柱,你才能绽放你的生命力。 要是说到支柱,有的人会误会。 所以就把它改为认真,或者精进。 也就是说,你要学佛,要具足认真这个基因。 你先要认真生活,而后你去修行,你才能认真修行。 如果生活也散漫,你学佛后也一样的。 学佛要有一股毅力。 比如说念地藏经,你能不能坚持下来。 我们不能想住,念一生佛号就好了。 刚学佛,你要念经,抓住一本,起码念个一千遍才可以。 比如地藏经,你要念一千遍,每天坚持两遍, 你能坚持下来,效果就出来了。 有人说,我要怎么修? 我建议你先去背经,谱门品,药师经,地藏经,弥陀经,金刚经,这些最基本的。 总要背下来吧。 这就是功课,就是基础。 生命如果比喻成一块田,你要成就,就好比田里种粮食。 要粮食的种子是很简单的,就像你真正进入修行时,是很简单。 但前期工作,就是资粮道,你先要给田里耕田,除去砸草,还要撒上肥料。 那你背经就是往田里撒肥料。 古来大法师,不谈其成就,单单就凭住他们诵经,背经等功夫,就超过凡夫。 诵弥陀经可以诵十万以上的,很多。 不仅诵一本,而且诵很多不。 他们修行都是这模精进。 有的人莫有学佛还好,一学佛,就开始不执住了。 不执住就开始散漫了,反正觉得人间莫有好留恋的,生活工作都不努力了。 这个心态去修行,是永远无法成就的。 这就是一种担当感莫有培养起来。 修行人所需要的担当感,是世俗人的好多倍,真要修行,是会很辛苦的。 世俗人赚钱很努力,他有努力的基因,如果去修行,就很容易成就。 所以,真的修行人,他去做世俗事业,他一定很容易成就。 就是他有一股植住。 如果世俗事业做不成,人际关系也处理不好,就想住放下植住去修行,你要怎么修呢? 所以做世认真执住的人,他修行起来比较容易成就。 他会一头执住进去。 他有执住的基因,你不执住,心很散漫,能量就散掉了。 所以有执住,是好事,莫有执住,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 那你要怎么修? 修行就要认真执住的基因。 在佛门中,你付出积分,你就收获到积分。 这个是正常的。 一天二十四小时,你有一个小时来念经,你就收获一个小时。 你生命中经历,投放在多少,就收获多少。 你投放了百分之十的经历,你在佛门中就收获百分之十。 这个叫做能量守恒定律。 修行要适当地给自己压力。 因为你要修行,要圆满自己。 这个是自发的,只有自发的才有用。 那也要有压力。 比如每天念经多少,给自己规定。 今天末有完成,明天接住完成,有规定才能进步。 不能给自己找借口,今天忙,请菩萨原谅。 那样子末有用。 修行是修给自己的。 修行人做事情,要认真的坚持去做。 你才能成就,世界上从来都是公平的。 就像你为了多少人付出,多少人就会记得你。 你付出的多,你得到就多。 付出少,得到就少。 如果你付出少了,得到多了,那你就欠人家了。 佛门每天要念经回相给斋主,就是把功德还给斋主。 斋主用钱来寺院布施,寺院拿什么给他,就是修行人修行的功德给他们。 那你说,我不给。 不可能的。 天道好选。 天道会让他给的。 因果不虚。 body动手,没问题全身就 sane survivors。 就Ṭ兜你戴主员短力。 男后属,五姨踢取近一个 maison。